我们到达徐文了 大家好,我是九哥 介绍完我们旅程将在海南游玩10天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海南的所见所闻 我们现在到了徐文的海岸新港这里 没想到来海南玩的人这么多 这里是汽车的安检通道 今天这里已经排长龙了 我估计要排队30分钟的时间 越是靠近海南我们不能发现 这个房车是越多的 我看到旁边就已经有好几辆车子了 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徐文这边一共有两个港口 都是可以轮渡过海的 一个是海岸新港 一个是徐文港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买票 也可以现场购票 今天我们走的就是这个海岸新港 7座以下的车都是小车 票价是415 包含一名司机 实车员员是单独买票的 41块钱一张 买好的票的话 车就可以直接开进去排队了 车内只能留一名司机 这边就是人行通道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候选大厅 这里是二楼 二楼是我们进海南的乘客 三楼就是从海南回来的乘客 安排的还是非常好的 在这里有自助的取票机 我们可以去取票 但是不取票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 是通过刷身份证识别购票的 所以取不取票都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乘客去取票的 这边也是最少的 这边就是过海通道了 行李也是要安讲的 不过我看到有很多旅客呢 是有带这个宠物过海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啊 平常我们坐这个火车 还有高铁啊 汽车都是不允许带这些动物的 但是呢 这一次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就是进入了候选大厅了 这个候选大厅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这里看起来啊 好像人非常的少 我现在要去找二号博位的 进来发现之后呢 好像这里面都没有什么人 我内心还是有点惊讶的 刚才呢 在外面看到现场是这么多人的 突然进来之后呢 我都看不到几个人 看看我身后的那些休息座 基本上都是空的 其实此刻我都怀疑 我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越往前面走过去呢 现在我就可以看到人了 我第一次来嘛 对环境还是非常的陌生的 没想到啊 人是居居在这里面了 我只能说 这个候选大厅啊 确实是实在是太大了 看看这里面人 还是真的是超级多的 这边是三和四号的一个博位 这里呢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了 现在是上午三点多了 三到四号博位的 现在可以进船了 看到他们都好兴奋哦 好像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海南 现在终于到我们这个二号船了 我在这里等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是上午六点十分了 现在上船呢 估计还要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开船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通道呢 也是搭建起来的 看看外面的风景都美啊 现在这个时候是太阳霎山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船上了 这是客船 二层楼 一楼呢 一层楼呢 就是这个放这些小车的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这个二号的这个客船里面 看看这里面的位置 好多人哦 这位置呢 都是随便坐的 没有编码 没有编号的 就你站着坐的 有位置就坐就行了 大把的空位 这边就是三号船 它我们坐的这个船是属于小的 总共有三个船 有一二号 三号船 这里呢 就是个观景 看看现在这个时候 刚好是太阳 洛杉磯的时候好美的夕阳啊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看对面这些船都是停在这里 还没有出发的船 来我们欣赏一下这个网霞 在这里拍照呢 还是真的是非常的美 现在我们的船还没开始出发啊 这就是一个船的通道 我们可以去一一号二号三号客船都可以啊 看到上面没有 这个船窗呢里面全部都是车 最近来海南的员啊 实在是太多了 每一辆船呢 这个都是床位啊 都是满船的 床上也有这个小卖布 有卖这个泡面的 还有火腿肠的 一些我们平常普遍吃到的一些零食 好多人在这里排队啊 这个是价格表 价格呢都是翻了一翻的 泡面是十块钱 我买了一桶泡面 这里是免费提供开水的 船在海上呢 要试试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可以看看风景 然后拍拍照 休息一下 没想到啊 在这个床上呢 也有这个按摩仪哦 我们只要扫码 付钱 然后就可以自动按摩了 有的时候呢 一场旅行 可以增加情侣 家人或者跟孩子之间的感情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岛上 有高楼大厦了 终于要到了 巡视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司机呢 是需要提前下到这个船床底部的 然后准备开车出去 床呢 就靠岸之后呢 车先出 然后再到我们这些乘客 然后车子呢 就在外面的广场上面 等候我们这些随车人员 上车就可以了 我们是从这个6点10分 上船出发的 然后现在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呢 现在大概是8点钟了 8点钟我们来到这边已经天黑了 现在我们所有员都已经下船了之后呢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等候这些小轿车 出来接待我们这些家人 我们出了港口之后呢 没想到外面还有一道更练利的风景 看到这里的小轿车全部都在排队 他们呢都是要进这个港口的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要坐这个轮渡 回到徐温那边 回到大陆那边 看着这里已经排了好长的队哦 还有一些大货车小车车全部都是返回去的 现在都已经堵死了 好漂亮啊 那今天晚上的风景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就是海南特有的一些海景树啊 椰树啊 还有这些灯缸 反射的非常的美 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海口这边 后面的话 再给大家继续分享 我在这边的一个所见所闻的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